前段时间胡人后卫布拉德利正式宣布不会参加复赛 这对志在夺冠的胡人队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好在美国时间7月6日夜 胡人中锋德怀特·霍华德终于决定随队参加复赛 这样的消息也为胡人带来一记强心针 同时霍华德也表示将把本赛季剩余比赛的薪水 捐赠给自己的非盈利组织Breath Again 2020年是事故频发的一年 除了疫情原因和黑人抗议事件 霍华德还有着另一项顾虑 此前他6岁儿子的母亲因为癫痫去世 这也让霍华德不得不担任起照顾儿子的责任 种种原因都让霍华德对复赛持观望态度 虽然之前队友与球队经理都表示 非常希望能与霍华德一同参加复赛 但面对这种情况 胡人主帅沃格尔也表示理解 称球队不会寻找霍华德的替代者 也将尊重他的一切决定 不过好在最终霍华德还是选择了回到球队 本赛季以来霍华德再次证明了自己 在出战的62场比赛中 霍华德在场均19.2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贡献出7.5分7.4篮板 在攻防两端 霍华德都能够为球队带来非常多帮助 其实对于胡人来说 倘若霍华德真的不参加复赛 球队也很难找到他的替换人选 目前胡人排名西部第一 也是夺冠的热门球队之一 霍华德的确定加盟 对胡人来说也是一个绝对的好消息